午安受含養 SP666 保養說明 日保養 1.機台外觀清潔 每天下班以壓縮空氣清除雜物 再以幹部擦拭乾淨 2.油管漏油檢查 在擦拭機器過程中,目視檢查有無漏油,並順便鎖緊油嘴 3.機器內部清潔機檢查 清潔機器內部,並檢查油管接頭是否漏油,並順便鎖緊 做保養,依滑動部位加注黃油,中班座黃油嘴注入黃油 定位桿油缸糖黃抹上黃油,黃油嘴注入黃油 掃到上蓋板及底座的黃油嘴注入黃油 爪子機構運動部位抹上黃油 爪子機構運動部位抹上黃油 撐台機構抹上黃油,黃油嘴注入黃油 撐台機構抹上黃油,黃油嘴注入黃油 2.螺絲緊定 機器在使用過程中,一些機件的固定螺絲,可能會發生鬆動 因即使鎖緊 月度保養 1.電器箱清潔 在機器斷電的狀態下,以壓縮空氣將電器箱灰塵吹乾淨 並以乾布擦拭 電器箱應保持乾淨、乾燥 不能放置其他物品 2.抑壓油的檢查 用手檢查油的潤滑程度 油箱底部是否有沉澱物 油品太擦實,必須更換抑壓油 3.蓄壓器壓力檢查 每月需檢查蓄壓器內部的氮氣壓力 正常值為20-25kg 如果低於15kg,應力氣補充氮氣 以免內部氣狼損壞 檢查蓄壓器壓力的方法說明 1.按下馬達啟動開關 此時需先順時針鎖緊中止法 當壓力到達系統設定指時 按下馬達停止開關 2.逆時針轉開中止法 此欲壓油,慢速流至油箱 越慢越好 此時壓力表指針會慢速而穩定的下降 3.按下馬達 當下降是磨液壓力值 指針會以較快速度降至0 此以壓力為蓄壓器內部的氮氣壓力 注意,請配戴好口罩及手套後才能做此保養 季度保養,清洗濾油網 每季度應清洗一次濾油網 用柴油清洗濾,並以壓縮空氣吹乾淨 年度保養 1.更換抑壓油 適早每年更換一次抑壓油 同時將油箱清理乾淨 為提升機器使用壽命 為提升機器使用壽命 及達成最佳使用效能 請使用最高質量的抑壓油 2.線路電器開關檢查 檢查線路支絕緣皮是否竹簾 硬化及歸類 如果類化嚴重,請更換配件 另外檢查電器開關、鋸電器等電器元件 是否損壞,更換新件 3.游入機件檢查 檢查油管、滑體各機構零件 如有損壞,應更換金件 胡音揭機體 機器功能調式與檢查 如何,功能有缺失 應即時修復 車問題 畢業ト we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